杜丰等了三年,广东等了五年,22岁徐杰好消息,球迷沸腾。 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在视频开始,还是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点点赞,点点关注,谢谢大家。 和大家说一下CBA的最新情况。 目前CBA正在火热进行中,此前常规赛正式的结束了,即将迎来几乎赛比赛。 可以看出呢,本队的几乎赛非常激烈精彩。 浙江队、广东队、琉璃队位居前三名,这三个球队都是有机会能够冲击冠军的。 作为上个赛季的比较失忆球队,广东队这个赛季是赢回了马尚布鲁克斯, 自然希望能够再次的冲击总冠军。 杜丰现任中国的主帅之后,他也是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广东的训练和备恋中, 我们期待这个赛季广东队能够再次的获得总冠军吧。 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徐杰,他的一些动向让球迷各位关注, 因为目前来看,徐杰是球队的中流砥柱,在此前也是多次帮助广东队取得好的成绩。 目前徐杰已经秀与广东队五个赛季,可以看出呢,徐杰逐渐坐稳了主力位置, 我们希望徐杰能够再随后真正的帮助广东队再次的成就一个王朝吧, 这是所谓喜欢广东球队的愿望。 就在日前作为徐杰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,让广大球迷非常高兴, 纷纷的送上祝福,具体什么情况呢? 就是本赛季呢,徐杰为广东队出战了40场比赛, 场均上场28分钟,可以拿下11.8分,5.5次助攻,2.7个篮板,1.34抢断, 可以看出呢,数据非常全面,出场时间排全队第二, 得分助攻更是排全队的本土第一名。 从数据可以看出呢,徐杰对于目前的广东队来说非常重要, 也是非常不可或缺吧,目前在失误中比上,徐杰排在全联盟第一位, 就在此前CV是正式的关了一个好消息, 徐杰是入围了败赛季常规赛MVP的一个竞选名单, 可以看出呢,徐杰是有机会能够竞争败赛季的常规赛MVP, 以及最佳战龙,我们希望徐杰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, 来征服球迷,征服中国南篮主帅乔尔杰为奇, 因为在随后,中国南篮即将迎来世界杯的女赛, 希望呢,徐杰能够入战中国南篮带领中国队, 在随后的世界杯中抢一张欧友会的门票, 可以看出呢,广东是等了五年, 终于让徐杰有机会能够去染指常规赛的MVP, 对于徐杰来说,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吧, 喜欢广东的球迷彻底的沸腾了, 希望呢,徐杰真正的能够帮助广东队完成复兴, 带领球队冲击冠军,完成一个王朝, 让我们一起为光南篮,加油吧, 好了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,咱们下期再聊。